咖啡 英文Coffee的音译 一种含有咖啡的饮料 拿铁是意大利语Latte的音译 意思是牛奶 这个名词通常会出现在咖啡店里 通常是指拿铁咖啡 或者是加了牛奶和适量奶泡的牛奶饮料 大家好 我是被你们搞懵了的小刘小油还是小油 不知道多少人第一次听到拿铁这个名字的时候 脑子里是毫无头绪的 丝毫跟我们吃的喝的东西联系不到一起 没错 拿铁这个名字通过音译 这个字面的意思你根本联想不到这是一个饮料 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这种困惑 当我们提到咖啡的时候 第一印象就是苦的一批的黑水 或者是雀巢 速溶这些送咖啡 我们听到奶茶的时候 这个反应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想喝洗茶的兜兜葡萄 我想喝满血的霸气玉油干 是这种真香的感觉 听到奶茶第一时间 你会想要带有奶香味的 甜的 加了珍珠的 酒酿的 椰果的 等等各种辅料的有点淡淡的茶香的饮料 我们现在喝的牛奶咖啡 咖啡拉铁 我们汉化的时候 如果不叫它拿铁 我打个比方 如果我叫它拿菲 拉菲 拉菲拉铁 还挺像的 对吧 小菲奶 我们听到它这一瞬间 是不是即使没有喝过 我会不会潜意识地别人觉得 它是不是带牛奶的这样的饮料 或者是甜的饮料 我们就不会觉得 喝完心跳加速 睡不着觉 咖啡这个词过于严肃 可能提到它 你潜意识地就是苦 睡不着 心跳加速 贵等等 其实并不是 咖啡和奶茶其实有咖啡因 为啥你大晚上喝杯奶茶 睡得舒舒服服的 喝杯咖啡反倒彻夜难眠了 这些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做产品的公司 可以往这个方向来思考 研发的新的产品 是不是可以用新的名字来代替 给到消费者一些新的概念 来减少他们的心理负担 咖啡和奶茶 从字面结构上来讲 奶茶它是以茶和奶做的饮料 而咖啡它是纯咖啡豆做成的黑水 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 所以说假如我们称呼咖啡叫小飞奶 而不是咖啡 我们喝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那种心理负担了 前几天当我看到 茶颜月色的新品 吉容茶的时候 他们在教大家用冷的矿泉水瓶 直接摇了喝的时候 真的是一下子就冲击到我了 当时我一下子就醒了 我们咖啡为什么要把逼格拉这么高 该不讲究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讲究 喝素容咖啡完全也可以这么喝 素容它的定位就在这里 随时随地 一个瓶子咬两下 我们就可以开肝 肯定心卖大佬用40年的时间 开出了上万家的门店 让国人知道了 什么是汉堡 你觉得星巴克要用多少年 开多少家店 让国人知道什么是拿铁 对了 前段时间我刚看到星巴克 在青岛开了他们在大陆的 第5000家的门店 从1999年的1月 到2021年4月 20年间5000家门店 我相信提起拿铁这两个字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群体 不知道什么是拿铁 我前段时间去了长沙 在长沙你会经常听到一句话 我想喝茶叶月色 我们办公室的小姑娘也会经常说 我想喝喜茶 我想喝耐血液等等类似的话 然后就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当我想喝咖啡的时候 我可能会说 我想喝一杯美式 或者我想喝一杯拿铁 我想喝杯奥白等等 但是为什么他们想喝奶茶的时候 就却会说 我想喝茶盐 我想喝喜茶 而并不是说是奶茶的某一个品类 或者当你想吃火锅的时候 你可能会说 我想吃海底捞 想吃麻辣烫的时候 可能会说我想吃张亮 而在咖啡品牌 目前能让消费者 做到有这种点单思维的 只有 这个是大杯 的星巴克 这说明了 品牌的标签 就已经给到了消费者的 第一选择的印象 中国人的饮食差异非常大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前往去杭州 视频里边我在吃豆腐档 我加了糖的 吃甜的 我问大家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你看看这弹幕 加蒜蓉的 老干妈的 竟然还有加双份 所以说不同的地区 我们国人南北的饮食有差异 就算是南方 西南和东南也有差异 西北和东北也有差异 你爸和你妈有差异 你和你的男朋友也会有差异 所以说如果只是按照西方人 喝咖啡的这种方式 在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 我们需要按照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 来做出适应我们这个区域的 小飞奶也好 小奶飞也罢 要因利质疑 适应当地的市场 这也是特条咖啡 为什么近几年来慢慢浮出了水面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特条咖啡 因为它就是茶饮版的咖啡饮料 它不苦甜甜的 还有水果 小料 边吃边喝 你还能带着去边吃路串 吃火锅 这种形式 反倒能够融入到我们复杂的饮食文化里 茶饮的大趋势 它是越卖越贵 我上学的时候 我花上三五块钱 给隔壁桌的女同学买一杯珍珠奶茶 那是开心的不得了 现在20一杯的鲜奶 以及各种小料的奶茶 果茶 价格是越来越高 口味也越来越好 咖啡的趣事它是越卖越低 从最开始的三四十一杯 到现在二三十 便利店的十块钱一杯 这现象也说明了茶饮 它是从大基础的下沉市场 再慢慢的往品牌化 以及高端的市场来转型 而咖啡则刚好相反 从一线城市的高消费市场 要慢慢的辐射到下沉的市场 所以说一定要越做越便宜 才能让消费者来接受 咖啡的饮品化 平价化 下沉化 才是一个大的趋势 不说了 我要去喝咖啡了 别说 素容咖啡这么喝 还挺有感觉